行嗎? 行了 首先各位朋友 從那邊見過沒有 我跟各位做簡單的 我的履歷的介紹 我是在1977年 我畢業於台灣大學醫學院 之後 我留在台北在長庚紀念醫院 做完成我的住院醫師的 基本的內科的訓練 1983年 回香港 又做實習生 得到香港的醫生執照 之後第二天 我從香港移民來美國 84年的87年之間 我在密西根大學的 心臟科 完成心臟專科的訓練 之後校方 留我在醫學院做 Faculty教職員 我一直寫文章 做研究看病人 我在87年到04年 做心臟科副教授 04年到2013年 我去到 William Bowman Hospital 大家應該知道 是在Royal Oak 我做心臟科顧問醫生 到13年我退休 我家庭的關系 我女兒在這邊 結婚生孩子 2016年就要求 我們搬到 從Massachusetts州來 我一直住在 我們就簡稱 麻州 這是我一個很快的 履歷介紹給各位 今天講的心臟 我們先講一講 一個正常心臟是 是怎麼樣的器官 或許再說 當中有人是醫生的 或是有人是毒生物的 大家知道 心臟是一個很奇妙 很奇妙的Pump 是電動的Pump 所以它的正常心臟的大小 跟我們有人拳頭稍微大一點點 裡面有四個房間 它左右是不相通的 上下的房間呢 是以瓣膜來分開 瓣膜作用是防止血液的立向流動 那這心臟外面 它有個包囊 Pericardium 保護這個心臟 我們說脈搏 心臟每跳動一次 就是一個脈搏 我們說平均來講 當我說脈搏每一分鐘 每一秒鐘在變動 平均來講 一分鐘七十下的話呢 每天心臟為你跳動了十萬八千次 每一年它為你跳動了三千六百 七十九萬兩千次 它是一個不停跳動器官 為了吃的 讓血液 能夠從心臟打出去 經過動脈 去到在動脈分支 在微細血管去到主磁當中 把這個氧氣氧分帶去 每一分鐘 我們大約正常人心臟打出的血液的量 是六到八個公升 每年這樣算起來 每一年流過心臟的血液的量 大概是六十五萬加溫的血液 六十五萬加溫是多少的血液呢 大家在加油站看到那個運油車 那一輛是 六十五萬輛加溫的血液可以裝滿 八十一輛 八千萬八千加溫的 這個運油車的這個容量 相當相當的大 它每二十四萬加溫的能力能量 能夠把六十五噸的貨車 舉高離開地面兩尺 一個非常奇妙的一個電動的pump 把血液從大動脈推出去以後 這個動脈就分中動脈小動脈 微細血管 微細血管在集合鞋邊小筋脈 大筋脈上腔筋脈下腔筋脈 回到右邊的心臟 那你把人家估計啊 你把血管連起來一條線 連起來的話 這線有多長呢 大概一萬兩千英里 這個一萬兩千的這個距離是多少呢 相當於大概有美國東外 紐約經過巴拉馬運河到香港的距離 這是一個非常奇妙 很奇妙的一個器官 能夠產生那麼大能量 推動血液 循環那麼長的距離 所以心臟它是一個需要 是一個高能源消耗器官 它既然做那麼多工 它需要不停的有能量供給它 所以一個正常的心臟 除了各部分的結構 叫正常 對不對 半膜啊 心臟肌肉啊 脈搏 叫正常之外 它的能源供應 必須要足夠 它才能發揮一個正常的功能 所以這是一個先決條件 哦 大家知道馬薩克斯特的中文名字是什麼嗎 翻譯的 滿山秋色 我個人覺得因為大家知道 美國新英倫區 新英倫區 新英倫區 New England 是這個秋天原色是非常世界出名的 文明的 有機會 密西根的也不錯啦 但是這個地形的關係 它是非常的 它是一個三立體的一個 秋色 所以馬薩克斯特用國語發音的話 跟滿山秋色 滿相似的 所以我認為馬州的正式的中文名字 翻譯應該是滿山秋色州 這是一個題外話 回答正題 今天既然跟各位介紹心臟病的話呢 首先我們說心臟病三個字 其實它包含的病的種類 有很多了 所以我們切切相關的 切身相關是冠狀動脈心臟病 我今天的跟各位聊天 的重點就在於冠狀動脈心臟病 還有什麼其他種類心臟病呢 有 心臟肌肉的毛病 這個 有人喝酒喝了很多 心臟肌肉沒有力量的 有的是天生性的 有一部分心臟肌肉非常厚 阻礙了血液的流動 當然也有一些所謂是原發性 所謂原發性的不知道原因的 心臟肌肉很弱 那我們這樣把 歸咎於 遇過性病毒的感染 但這個很難很難證明的 還有什麼 心臟病的種類呢 半膜性心臟病 我們叫做 或者叫做風濕性心臟病 小孩子的時候得連糾菌感染 那這個連糾菌感染 沒有把連糾菌全部殺死 那這個東西 這連糾菌就慢慢破壞 這個半膜 連長的人會有退化性的半膜心臟病 還有知道 嬰兒的先天性心臟病 這跟我們大概都沒有什麼關係 還一類的就是心率不整 心跳不規則 今天可能沒有時間講 那先天性跟我們沒有什麼關係 我也不用講的 半膜心臟病 風濕性的 也沒有什麼關係 退化性不常見 所以我今天講的主要是 Focus 集中於這個 冠狀動脈心臟病 冠狀動脈心臟病 我們簡稱冠心病 是我們人類的第一號殺手 每年在美國 有超過一百萬新的病例 新的病例出現 為什麼會有冠心病呢 那冠心病主要的病因 是我們叫冠狀動脈血管的硬化 造成它血管管禁的狹窄 甚至堵塞 引起心腳痛 引起心肌梗塞 也就是心肌急性的壞事 好了 血管硬化大家聽過 什麼是血管硬化 到底血管發生了什麼變化 我們叫做血管硬化 我們要花點時間 另外解釋一下 當大家明白這個發病原因之後 你大概就會 估計出來 我要怎麼樣來 降低我發生冠心病的危險性 好不好 我花點時間 跟各位解釋一下 血管硬化是怎麼一回事 首先 我們在講血管硬化 這個不正常情況之前 我們講講 一個正常血管應該是什麼樣子 因為血管有三類 動脈 微血管跟靜脈 重點在於動脈血管 血管硬化是講動脈 這裡有兩張卡通片 各位左手邊看到 有兩個血管 一個在上面 一個在下面 上面的血管 是一個正常的動脈 你把它橫切面 切開來看的話 我的小老鼠在來看不到 這是橫切面 它是血管B 中間的粉紅色的地方 是血管的內進 血液流通的地方 這個地方 深粉紅色的 這個是血管B 血管有三層 那我們就講 這個血管硬化的 這個病理變化 主要是發生在 血管B的中間那一層 中間這一層 你這個打開來看 就是這邊正常的 這個中間 這內膜的外面 那在我們人 剛生下來的小孩子 大概都是這樣 有基因的關係 有生活習慣的關係 由於這個 跟外界感染的關係 大約在二十歲 三十歲開始 在這中層的地方 開始有一些累積 累積物在裏面 叫做黃色的東西 慢慢慢慢 就這邊 這個地方 在血管中層那邊 開始出現 這個累積物 是什麼東西呢 人所知道的 是有膽固醇 有抽香菸的朋友的 李古丁 一些發炎 一些發炎造成 纖維細胞 或者發炎的細胞 還有一些 我們醫生都不知道的東西 所以在很多的研究的 可以做的 這個東西慢慢就 在這個右邊 開始出現 或者時間的 連稅的增加 生活習慣的原因 這個累積物呢 就慢慢越來越多了 越來越大 我們知道 血管的內壁 是一層單層的細胞 很光滑的 單層的細胞很光滑的 血液流動 一點阻力都沒有 一個完全 更長的這個 動脈這樣子 那中層呢 就有一些平滑肌啦 一些不隨意肌 我們叫做一些血管呢 微血管 因為血管的本身的組織 也需要血液的供應 對不對 那最外面的一層 是一層 非常強韌的一層 一層膜 一層保護膜 把血管保護住 因為血管裡面承受血壓 那這個膜正常化 讓血管不會 因為血壓關係 而擴張造成血管流 英文叫aneurism 這個是血管壁的組織結構 當這個累積物慢慢慢慢增加的時候 這東西我們知道 英文叫plag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這個東西就慢慢漲大 對不對 慢慢漲大 漲大的時候 它有兩個方向可以走 一個像是管禁擴張 一個像血管壁 外壁擴張 剛剛講過 血管壁的外壁是非常強韌的一個 纖維組織 當這個東西慢慢慢慢擴大的時候 它會像阻力最小的方向擴張 就是像管禁 血管的內的管禁 慢慢慢慢 它越來越大 這個 你可以想像 用立體的觀念來看這個東西 它不是一個地方 一片地方 好幾個地方同時發生的 好 這個是 我剛才講過這些 這些 這些 累積物或堆積物 這些膽固 純底固 等等等等 一些不知道的東西 就它現在開始慢慢 擴大 像是 這是管禁 白色的地方是管禁 反正是 什麼都沒有 它現在開始突出來了 它在外面 在最上方還是被這個內膜所 cover住 當你越來越大 這東西 越來越大 像越來越的朋友 繼續湊 那這個就加速了 它操得擴大 最後呢 那一層單細胞很弱的膜 沒辦法再蓋出它了 它就會突破這個 這個內膜 像 它放大這樣 它突破了 然後呢 這個累積物呢 跟血液裡面 血液直接接觸了 大家 大家 或許知道 我們血球 有三大類 對不對 有紅血球 有白血球 還有一個叫 血小板 血小板 是 大家 知道的話 可能知道是 當我們皮膚割破了 我們會迎接血塊 把割破地方止血 它自己會止血 蓋住 這個時候 這個累積物 一跟血小板接觸的時候 因為血小板 從來沒有 見過這個東西 它以前都躲在這個 內膜下面的 或者根本就沒有 那麼血小板就會 被 誘發 trigger 就要 先血塊把它蓋住 這個 這個就是 突破了以後 那血塊 學小板 就形成血塊把它蓋起來 把它蓋起來 像你皮膚割破了一樣 那麼 這個東西 越來可能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的時候 這個 這個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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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形成血塊 是不穩定的 不穩定的 因為這個血塊知道 動脈的血 它還是在流動 沖流過 因為有血壓關係 動脈的血流得很快 它有一定的速度流很快 就很有可能 把這血塊 沖斷掉 好 又看你這血塊多大 發生什麼部位 它一沖斷下去 這個血塊 就隨著血流 往下流的血管流過去 如果 它血管 這個血管小的話 流到比較長的距離 就把那比較小的血管堵住了 如果這血塊很大的話 它一沖斷 它 流一下 很快就把 比較 血管 比較 大的血管堵住了 那血塊大 堵住的地方那個血管大 這時候 就會造成組織的急性缺氧 那麼 這是一個過程 這些過程 那我們看看 在過程當中 我們人 病人會有什麼樣的症狀 發現 好不好 出現 跟各位 這個 剛剛是發病原因 這個是也大概 大概需要有點嘗試 症狀發生 症狀發生 你讓我自己要提醒了 要警惕了 第一個 我們中文叫做心腳痛 英文叫做Angina 在所謂中心 這個翻譯的並不是很好 痛的成分 不是很明顯的 它主要是一個 在你前胸 整個胸部有個壓迫感 悶悶的痛 或者氣 喘不過來氣的樣子 這種症狀 通常都是在 比較活動的時候 你坐在那邊 睡在那邊 它大概不會 但是爬樓梯了 我騎著這種東西趕路了 哎 這症狀就來了 通常人就會 哎 我去船了 我就 胸部不舒服 我坐下來休息一下 通常不超過五分鐘 這個症狀就會 緩解 就消失 但是 如果 如果你 你注意一個人 病人要警惕 注意的話 哎 通常比如 爬樓梯 爬到三樓 哎 我真的來了 休息好了 以後第二天爬到三樓 通常到同樣的運動的程度 它就會再發作 各位 這個時候 千萬不要掉以輕心 哎呀 沒事了 我休息一下就好了 有得去吧 這是 上帝造人的時候 給人的一個警告 給人警告 有這個警告 一個警報器 警報器 有的時候 要去找醫生 啊 不要因為我 沒事了 但 讓這個 這個情況 沒有查出來 它在病 變化會繼續的發生 到第二種冠狀 冠心病 在臨床的症狀 什麼呢 心肌梗塞 就剛剛講的 一個心腳痛 就是當那個 那個堆積物 向著管徑 膨脹的時候 膨脹的時候 把那個管徑變小 血液流通 流的不能很暢順 所以當運動的時候 你心臟肌肉 需要更多血液 供給的時候 它供給不到 就會心腳痛 這個階段 心腳痛 發生 你的心臟肌肉 沒有受到損害 你要休息啊 心臟肌肉 需要血的量 回復降低 沒事了 心肌梗塞 就是當那個血塊 被動脈血衝斷了之後 它向下流流動 把血塊 把血塊突然堵塞 這個時候 心臟肌肉 得不到血液的供應 那個症狀完全不一樣了 病人會有很劇烈的胸痛 衝到出冷汗 這個痛的一種 傳向左邊頸部 我左臂的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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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趨勢 病人會呼吸的 很很比較喘啊 有時候昏倒 失去自覺 這是心肌梗塞 在這個時候 心臟肌肉 受到損害了 另外當然更可怕的 冠心病的臨床症狀是 我們叫這個字 不會有毒 猝死 猝死 突然間好好的 這樣子就 倒閉了 猝死 在冠心病的表現 男性有百分之六十人是 以猝死的方式 表現出來 女性的表現 低40%左右 這個病的過程 一個比一個嚴重了 那不一定說 我一有心腳痛 我一病 才會有心肌梗塞 心肌梗塞 才會叫猝死 不是 它可以再跳過了 沒有心腳痛 一來就是心肌梗塞 或者說是沒有心腳痛 可能是有 也沒有注意到 可能心腳痛的時候 沒有心肌梗塞 一來就是猝死 有這三種 臨床的症狀表現 到了 我們講心肌梗塞的處理 心肌梗塞 是個分秒必真的 一個緊急情況 這個直升機 大概在大家 住在Ann Arbor 可能在天上都看過 我在Michigan當 associated professor的時候 Michigan大學有四架 這種 survival flight 飛去接那個緊急的病人 包括心肌梗塞的 這樣直升機是在另外一個醫院 將來把另外醫院的病人 他們沒有辦法處理 Michigan大學派直升機去 把病人接到Ann Arbor 所以 這個是一個緊急 緊急分秒必真的 一個 一個 情況 當我們 希望能夠 不要到那個情況 才發現自己有病 所以 慣性 慣性病的診斷 是怎麼樣診斷的 譬如我剛說過 如果你有這個 心腳痛 你就找醫生 醫生會 進一步檢查 所以進一步檢查 所謂之進一步檢查的話 就是給你做一個 stress test 我們中文叫做 心臟的複合檢查 這是我的翻譯 但心臟有負擔 怎麼負擔 跑那個 跑步機 我們這個 怎麼叫運動心電圖 同時 記錄你的心電圖 進入血壓 來看看 有沒有心臟缺氧的情況出現 有時候為了增加這個 這個準確性呢 除了這個 treadmill 跑步機之外 也加上一些 scanning 照相的這個 痕跡 來增加它的整覺性 那有的人是 就一隻腿的 有的人是 抽香菸的朋友 都被你都黑掉 跑不動 那我們就用藥物來做 負荷 test 負荷檢查 把藥掉到 靜脈血管裡面 讓這個心臟 處於一種 好像 在運動狀態 當然並沒有運動 那也加上 合一掃描 或者超聲波 來看一看 有沒有心肌缺氧的情況 當然 另外一種呢 就是比較貴的了 比較進一步 就用這個 電腦斷層 做血管攝影 這樣你就是 靜脈打 潛影劑 潛影劑 進去 用這個 電腦斷層 來掃描你的 冠狀動脈的 這個 循環系統 看看有沒有 血管堵塞的情況 最正確的診斷 是心導管 大家應該聽說過 大家 心導管是一個 比較清晰 invasive的檢查 心導管是什麼東西 什麼樣的檢查呢 它是一張 塑膠軟的導管 已經插入大腿 裡面的骨動脈 或者手肘的肘動脈 插到動脈裡面 然後把這個血管 在S光肌的 在觀察下 送到大動脈的底部 把它勾到 冠狀動脈裡面去 然後打銜引起 觀察中的脈有兩條 一個左邊一個右邊的 把這個觀察中的脈 整個循環 循環照相照出來 可以看到它 哪有狭窄 狭窄的程度 是怎麼樣的 那這樣子可以建立一個正確的診斷 當然現在我們大家也可以馬上進行治療 如果是適當的神話 這個是一個心導管式 它是一個無菌消毒的情況之下 做的在大腿的地方 這個病人躺這邊 頭在這邊 腳在這邊 大腿在這邊 有個洞 插著導管進去 看著你的心電圖 看著你的血壓 還有這個 X光機 整個導管怎麼上到心臟去 這是一個真正的心導管 這是一個塑膠的東西 左邊這兩條 是用來勾住左邊的觀察動脈 把藥血引機打進去 把血本顯現出來 那 診斷成立了以後 把我們治療 當然是藥物是一個最容易的 如果你可以用藥物治療的話 那包括什麼藥物呢 有些名詞在這邊可能對各位沒有什麼意思 那我提到R4P0這個藥 這個藥 R4P0呢 是大家都知道 它除了 以我們頭痛啊 關節痛之外 R4P0是抗血小板的藥 它可以降低血小板的功能 那R4P0是一個非常有用的 醫治冠狀動脈性症病的藥物之一 其他的 如果醫生開給你的話呢 請聽醫生的吩咐去吃 不用 第二 已經有新冠性病的 第二個治療呢 就是我們叫血管整形素 這是我的翻譯 Angioplasty 它是一個導管的技術 把一個導管 在末端的尖端 它有個氣球 就在做新導管技術 用這個X光機看著下 它把氣球那個尖端那個血管 放在了狹窄的地方 把氣球加壓 上起來 把這個血 那個那個那個血塊 壓進到血管壁裡面去 讓血液重新通 讓血液流通 他並沒有把血塊拿出來 那麼有時候醫生除了 除了用氣球把張開以外 還放一個支架 保持這個血管壁 不會recall 不會收縮變窄 當然 如果一個病人 他有好幾個地方 有堵塞 而且堵塞是在血管轉彎的地方 譬如說 那是不適合用這個 第二個方法了 那就需要做 開胸手術 叫做血管繞道手術 但是 這個血管哪裡來呢 大部分是用下肢 腿部的靜脈切斷下來 來接繞動脈 跟這個冠狀動脈心臟病 等之間 來把血液重新流動 重新恢復 那麼 哪些人會得到冠心病 這個是大家要知道的 就是說 你得到冠心病的危險因素 是什麼 第一個 家族史 這個你沒有辦法做什麼事情的 你的基因 什麼叫家族史 你的家族裡面 男性在55歲之前有冠心病 女性在60歲以前有冠心病 當你的父親90歲得心臟病 那不表示你有這個基因 比較55歲之前男的 女的60歲 其他的危險因素 各位 你可以做什麼 做一些事情的 來幫助降低這個危險 第一個是你的個性 一些在大公司的總裁 CEO很急 做什麼叫很快 那種人比較會 似乎你自己的家裡面 是不是也有這種個性 第二 血壓高沒有好好控制 高的血壓高140 低的高過90 這是長期的高血壓 糖尿病 血糖沒有好好控制 膽固醇高的血脂肪 膽固醇三酸甘油脂 如果不好控制的話 這是造成你會得到冠心病的一個因素 還有一個最不好的就是抽香菸 我等一下給你解釋一下 抽香菸 剛剛叫鋁骨釘 剛剛之前講過了 你越抽的話 時間越長 你這個血管越堆積 這個鋁骨釘就越來越多 除了血管硬化以外 抽香菸還有不好的地方 肺癌大家都知道 食道癌 大家就不知道 我們中國人 華南廣東廣西 台灣福建 這四省的人 很多人有鼻咽癌 抽香菸也是一個造成鼻咽癌的一個因素 還有膀胱癌 所以抽香菸是相當不好的 我的父親是一個 chainsmoker 我小時候看到大抽菸 就收拾了 掉根菸 不離手的 他有一些抽菸朋友 我小時候聽他們 他們大人坐在一起的時候 他們就說了 飯後一根菸 快活似神仙 我相信各位或許 從你們父兄 或者朋友當中都聽過 但了解這個抽香菸 對心臟的不好之外 這就順口溜 要改了 飯後一支菸 您早點見神仙 這個是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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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默式 但希望能夠 各位記得住 膽固醇 展成提提 很快講一講 你以前講過 膽固醇是 不是壞東西 是我們身體合成 許多荷爾蒙的 最基本的 的東西 那我們膽固醇 有幾類 總膽固醇 正常的值是應該200以下 好膽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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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類膽固醇越高 你得到血管硬化的機會 越低 正常應該是在40以上 越高就越好 這種膽固醇 還有壞膽固醇 叫low density 這個東西 這壞膽固醇 越高的話 你得到血管硬化的 可能越高 那正常的人應該是在130以下 如果已經得有冠心病 或者你有很多這個危險因素 因子的人 你的最好把你的壞膽固醇 控制在100以下 怎麼你這膽固醇 這三類子 你怎麼樣來看 你的這個 這個 冠心病的危險性呢 通常是把總膽固醇 當糞子 好膽固醇 當糞母 這筆質出來 如果你的筆質 是低於4.5公席率 你這個 得到這個冠心病的因素 沒有增加 沒有因膽固醇而增加 那如果你這個 這個筆質越高的話 那麼你只要小心 你得到 冠心病的一個因素 之一讓你比較容易得到冠心病 另外大家聽過三酸肝油脂 這個是正常的150以下 到底這種血脂肪跟心臟病 有沒有關係 我下面有公式 給大家看 你就知道是脫離不了關係的 總膽固醇 Total Collastus 等於怎麼來的呢 4等於你的好膽固醇 HDL 加你的壞膽固醇 再加三酸肝油脂 除以5 這個方程式 告訴了你 這個Taggressive 這個三酸肝油脂 跟心臟病是脫離不了關係的 如果你這個高的話 也要想辦法降低 高血治療 第一步 飲食 第二步 還是吃東西要小心 第三步 還是吃東西要小心 避免一些高脂類的食物 像 豬肝啊 內臟啊 肥肉啊 紅燒提法 好吃啊 沒筛扣的好不好吃 好吃啊 但是 這對你的 硬化都是不好的 好的什麼東西 麥片 麥片可以吃多一點 它會減少 腸胃道 你吸收你吃進去的 胆固醇的 這個量 除了飲食之外 常規的運動 運動 就是你走路也好 慢跑也好 甩手也好 當你到 開始出汗的地步 麥波到120 你不要說 三個月才走那麼 一天步 一天去走路 那是沒有用的 要常規的 再來 飲食 你做到了 你的常規運動做到 你等著還是不理想的話 才用到藥物 藥物是第三個 第三類 那 藥物有很多類 但是記得各位 藥物不是 飲食 運動的取代品 那是 前面兩個做到的 不行 你才用藥物 藥物很多 那我再講 我講一個好了 大概知道 這個大家 這個 現在最流行的就是這個 Statine 這類的藥物 Atovastatine 這個是一個非常 很有效的 其實三個Statine 都是很有效的藥物 那 但是它有副作用 你都會服用藥物的時候 要問醫生故事 你給我開這個藥 我又要什麼副作用 我要自己觀察著 這個Statine 是非常有效的 降膽固醇藥物 但是它有副作用 第一個 肌肉會造成大塊肌肉疼痛 大腿肌肉 這個痛 第二 肝功能 肝功能的不正常 這肝功能不正常 你自己沒有感覺的 必須 驗血才知道 所以你剛開始服用 這個 這類 Statine 這類的膽固醇 兩三個月之後去驗一次肝功能 肌肉疼痛 因為有症狀 你自己觀察 所以這些基本嘗試 其他的下面有很多類的 應該用的不大多 我就跳過去不久 時間也不多了 三酸甘油脂的治療 當吃東西小心 碳水化合物是少一點 藥物治療 魚油 大家都知道 深海魚油 另外 Lovosa Lovosa 是魚油的濃縮的藥物 需要醫生處方才買得到的 這些 還有其他的 都是可以讓你這個 三酸甘油脂 降低的藥物 所以 你知道這些東西以後 你怎麼樣 減少自己得到冠心病的 要注意什麼事情 如果您有血壓高 您有血糖的問題 好好地把它長期的控制下來 三酸甘油脂 想辦法飲食運動 藥物 把它降到理想範圍 各位 解煙 你不要說我十來歲就開始 抽煙了 抽到現在五六十歲了 還有舊嗎 有 只要你解煙的那天開始 這個危險的因子 就會降低 好不好 不要不要說我長期抽那麼久了 我指標都發黃了 我不用解煙了 不是的 剛講過 還有飲食 常規的 常規的運動 如果生氣許可的話 一天吃一片 一粒 阿斯匹林 那阿斯匹林去CVS 藥房買什麼 Walgreens 還有兩個豆 兩個種類 一個是325mg 一顆325mg 那裡面止痛用的 頭痛啊 關節痛 防止降低冠心病的那個阿斯匹林 是一種叫做baby aspirin 只有81mg 一天吃一顆就可以了 如果你沒有會潰瘍啊什麼之類的東西 另外一種維他命叫液酸 如果你有服用這個多種維他命暖裡面 通常都有了 已經有這個東西在裡面了 另外一個紅酒 葫萄紅酒 可以有臨床的 study 研究 發現喝紅酒的人 就會得到這個血管 有幫助減少冠心病啊 中風血管硬化的結果 喝多少呢 也不用用9個喝太多 是每天晚上 什麼時候 每一周喝3、4次吧 每次喝3、4個Ons 就可以了 所以最後 一個conclusion 提醒說各位 病從全中醫 要靠你的警覺性 第二 聽從醫生的祖父 忠實的服用藥物 我用忠實的特别 畫號畫起來的 我在台灣 我在香港 我在美國的 我都看過 東方 那些中國人的病人 東方 中國人 幫醫生開藥給他 血壓高藥 他們這種 很奇怪的心理 就說 醫生給我開這個 醫生 這個量很高了 我要把它減半 那減半沒有關係 他來看的時候 也不告訴你 這血壓 還是高呢 醫生說 要加量 所以 聽從醫師 如果你覺得 我肌量太高了 跟醫生講 告訴他 我減了一半 好不好 讓醫生知道 你的情況怎麼樣 還有藥物 不要跟別的病人分享 我這個 吃的血壓高 對我血壓重的很好 那個另外的病人說 那我也想 你分點給我吃吧 知道我們中國病人 裡面會發生的 西方病人不會 大家有個觀念 冠心病 沒有辦法根治 你要一生一世 來 好好照顧自己 第三個 改正的生活方式 吃腿肉的 就說 不要常常吃 一年吃一兩次可以 等等 抽煙 把它截掉 這是一個 一個結議 我強信我今天講的 就到這邊 我謝謝各位 如果時間過了 過了兩分鐘 現在我們回答問題的時間 我先把 stop sharing 關掉吧 謝謝 謝謝 柯大夫 現在大家如果有問題 可以提出來 把你的麥克風打開 就可以提出問題 有人有問題嗎 我有 好 請問這個教授 就是剛剛我那個 還沒有搞清楚 就是什麼 那個叫什麼 吃那個 阿斯佩林 就是八十一 什麼單位 那個 是什麼東西啊 因為我有高血脂 就是還有就是 總的膽固很高 現在是不夠了 但是我要知道這個能 吃什麼 吃下去對 那個心臟什麼 能夠緩解 我主要是 Lisa 你可不可以幫我 stop sharing 我沒有辦法 stop你的 那種 我看不到 就哪去了 你可不可以幫我 stop sharing OK 抱歉 抱歉 我馬上回答你的問題 我的這個 我只能夠share我的 我沒有辦法 stop你的 stop我的 對 好 那 這位理事問我 阿斯佩林 跟膽固層沒有關係 阿斯佩林 不會降低你的膽固層 那就是吃哪一方面 就是吃了這個阿斯佩林 對哪個方面有好 因為我剛剛講過你 造成你心肌梗塞 或者是急性中風的原因是什麼 是血塊 是血塊 阿斯佩林 是一種抗血小板的藥物 所以它可以降低血塊 形成的這個危險性 所以你服用阿斯佩林 是為了要降低心肌梗塞中風的危險性 跟膽固層沒有關係 另外的藥物 我覺得因為我們對這個醫學方面 真的只是 不是說真的 接少接少 所以你們能上這個課 我們真的太高興了 謝謝 希望你有所得著 謝謝 還有人有問題嗎 有 我有問題 好嘞 富柔阿姨 就是有一個化驗血的指標 叫B型尿素泰就是BNP 這個是心臟分泌的一種技術 如果這個技術高了 會有什麼樣的危險 BNP是一個測量 心臟衰竭的一個PEPTA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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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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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血液裡面的一個一個 是叫做Enzyme 我現在找到了 那平常我們 治療診斷病人的Hot failure 就是心臟衰竭是看他症狀 那麼大約在15年18年之前 學者研究出來說 你除了靠症狀 腳腫啊 喘啊 躺不平啊之外 你驗血可以檢查這個 有沒有這個心臟衰竭 BNP是那時候發現的 如果這個指標很高 應該怎麼樣治療 你首先看是不是心臟衰竭造成的 應該怎麼確診 怎麼確診 你的心臟科醫生可以做一個 Order一個超聲波 Echo 來看看你心臟收縮功能 現在心臟衰竭的時候 你收縮的功能呢 嗯哼 怎麼聽不見了 哇他怎麼 聽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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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腳有沒有腫啊 譬如說 你躺 躺的 能不躺平 心臟衰竭病 躺平很辛苦 氣喘不過來 都做起來 對啊 我的指標非常高 我這次化驗指標非常非常高 但是心臟科 還認為我沒啥問題 可能需要看看類科醫生 有什麼其他的 本來吧他的指標是100 我都過500了 除了做彩燒 你不是我的病 我沒有見過你 從心臟病的那個 如果你心臟病 心臟你看過心臟科醫生 他說 你沒有心臟衰竭的話 那你可能你要看看類科醫生 或其他科醫生 幫你找出來是什麼原因 這個如果藥物治療 應該怎麼治療 你沒有什麼藥物 可以把BMP降低的 你要查出 BMP升高 原因是什麼 針對那個原因來治療 譬如來講 你心臟衰竭的病人 BMP很高 你不是吃藥 把BMP降下來 不是 你治療你心臟衰竭 那衰竭 心臟衰竭情況改善之後 你BMP就自動會下來 它這個指標 而且它是一個多方面的 比如說腎臟啊 什麼什麼什麼呢 都有關係 都有關係 血壓呀 糖尿啊 什麼都有關係 糖尿病 我就不大清楚 是不是有關係 我相信腎臟是有關係的 所以你看看你 內科醫生 幫你全身 和系統 做一個review 做一個 檢查 檢查 如果要是真正確定心臟 是不是衰竭的話 這個針斷手段 就是做一個超聲波 看看 看什麼呢 在第一部超聲波 然後叫查 為什麼 是不是心臟衰竭 是不是心臟衰竭 是不是心臟打血的功能降低了 首先這個要知道 如果是 要查什麼原因 心臟衰竭是一個症狀 那診断什麼 什麼造成這個病人心臟衰竭的話呢 那要做再進一步檢查 是不是 冠章動脈 有阻塞啊 心臟肌肉有問題啊 等等 謝謝 謝謝 柯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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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聽到我問話的聲音嗎 聽不到 我有聽到 聽得到嗎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啊 就跟你今天的講過 並沒有太大的關係 我自己的問題 我請教一下 就是那個電生理的檢查 是不是這個當中有含那個 心臟的核齒掃描啊 請你把你問題再說一次 什麼檢查 就是電生理師的檢查項目當中 他會牽涉到核齒掃描方面的 心臟核齒掃描的檢查嗎 我還是沒聽到 什麼的檢查 什麼檢查呀 什麼樣的檢查 在檢查當中項目當中 身體檢查呀 核齒掃描 就是核齒方面的檢查 牽涉到這個 有沒有關係啊 有沒有這方面的檢查聯繫啊 你想你能夠 我也不太理解 你說你要做身體檢查的話 能不能 不是電生理 電生理啊 電生理式的檢查 對 心臟的電生理檢查 他牽涉到 有沒有核齒方面的牽涉 沒有關係吧 我給你解釋一下 什麼叫電生 心臟病的電生理學檢查 對 我是在大學院 我是專門做的一方面 我就需要了解 電生理學檢查是一種 專門檢查你心臟脈搏 不正常的一種特別的檢查 對 它包括什麼效果 那個沒有 它是從 如果檢查 檢查 如果 所謂的檢查是從 電生理學檢查 是從一個導線 導管進去 導線 不是中空的 去到你心臟 看你哪 這病人的情況 是什麼情況 去到心臟不同部位 來找出這個 心跳規則 太快 太慢 因為興奮症在哪裡 是吧 聽我講完你再問 找出診斷出來 你到底是什麼診斷 然後 是應該需要什麼治療 如果心臟太快的時候 他可以用電燒的方法 把那個快速心率 完全停止 這是可以根治的 電燒成功 是根治的 那如果是心臟太慢的時候 是不是需要 要裝 Pacemaker心率起泊器 起泊器 那個電生理學檢查 是這樣的 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什麼 沒有喝池少 沒有 沒有 完全兩個 那還有一個問題 這個有沒有風險 是不是需要在皮下 買一個什麼東西 導線 有沒有什麼 這個電生理的檢查 是不是有什麼風險 所有的醫學檢查都有風險 沒有一個沒有 那那個 他是不是要做小手術 把一個什麼導管 埋到皮下 他是 電生理學檢查 也是用鼠西大腿的鼠西部 他是用靜脈進去 通常 偶爾也需要用靜脈進去 大部分是靜脈進去的 偶爾也需要動脈進去的 看 在之前病人 醫生對病人了解是什麼 他大概哪一類的這個 評估 先評估 不規則 評估之後 他再決定怎麼樣做 電生理學檢查 有不同的做法 好的 好的 謝謝啊 因為心臟破 讓我做這個電生理學檢查 我自己不了解 所以想詢問一下 還是比較擔心 就是 好的 謝謝啊 吳醫生我有個問題啊 你剛才講的心腳痛 心腳痛是因為 血管沒燒 有些血管在是吧 心腳痛的原因是 當心臟需要血的時候 血來的不夠 對 造成什麼症狀 通常是心腳痛 壓迫感 有氣喘一點 對 身體沒有力 他一坐下來 一休息 三分五分鐘 他就好起來了 就完結了 好起來了 這個就是心腳痛 痛的成分 不是那麼明顯 是從壓迫感 像大石頭 放在這個 胸口 那種感覺 對 通常很多 亞洲的病人 我沒事了 你就不要去看醫生 錯過了黃金区斷 把醫生在你發生心肌梗塞之前 幫你診斷出來 我就常說造物主造人 他給你很好的一個警告 有警告器 警報器 你自己要小心知道 所以 這是心腳痛 我剛才說過 這個階段 你的心臟肌肉沒有被破壞 沒有被壞事 所以七照診斷 病重潛中醫 好 好 謝謝柯大夫 謝謝寇大夫 今天我們的時間 十一點鐘已經到了 我們的EVA老師到了嗎 我們大概謝謝 謝謝寇大夫 謝謝 謝謝 再會 再會 如果要有效來可以跟我們一起做運動 謝謝 做運動吧 謝謝 謝謝 好 EVA老師早 大家好 沒聽到 沒聽到聲音 聽到 聽到 OK 大家好 Good night 好